天远山村陌生来客突然造访 世代乌龙没想到自家地里竟然挖出金宝贝 是天降福星还是暗藏祸星 财运来了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家住湖北省沙阳县的马文林夫妇以务农为生 虽然年过六旬仍然下地干活 2012年5月3日上午 老两口正在田里忙活 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 自称是国家地质局的勘探人员 说是老马家的田里有稀有金属 要进行勘探 说着拿出了工作证 我的穿的衣服也是挺皮挺的 头发收的光光的 看起来看起来就是国家的工人 一看是政府的人 老马夫妇不敢怠慢 可当时正值小麦收割的季节 怕耽误收成 老两口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 就在这时 一位工作人员提出 让老马夫妇帮他们挖地 每天给140元钱作为报酬 这下老两口心动了 紧接着老马就和其中一名勘探员 在自家田里刨了起来 另一个人则拿出一个仪器开始探测 坑挖了大约50公分身的时候 探测器突然响了起来 果然老马没挖几下 坑里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拿起来仔细一看 这个东西乌龟形状 勘探员包掉外面的一层皮 露出的东西 让老马夫妇不禁眼前一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老马夫妇从地里挖出来的这个宝贝 就跟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东西一样 它是一只小金龟 金光闪闪 掀在手里还挺沉 那么把它翻过来 在这个乌龟肚子上写着八个字 光绪三年 神龟足斥 这个小东西 观众朋友可能看着并不陌生 以前它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曾经出现过 那么在今天的故事里 在这个东西出现之后 又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几个人仔细一看 金龟还附了一封藏书 上面写着 五家历代为官留下祖传金龟 十逢奉命起赴台北 故将金龟埋于土中 落款日期为民国三十六年 老马金翔解放时期 这里曾经战乱打过仗 这也许真的是那时被埋藏在这里的宝贝 两名勘探员和老马夫妇都十分欣喜 就在这时 从不远处的大堤上走过来一个人 经勘探员介绍 这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单位技术员 这位技术员说 看到他们几个挖着挖着停了下来 过来看看是不是挖出了什么东西 老马几个人赶紧把金龟递给这位技术员 这只金龟竟然能值一百六十万元 老马夫妇兴奋不已 这时勘探队的工作人员提出 既然宝贝是大家一起发现的 那么就将金龟变卖后五人评分 每人得三十多万 就在五人为此兴奋不已时 技术员的电话响了起来 原来是单位领导打来了电话 技术员说了几句话之后 又将电话拿给了老马夫妇 说单位领导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接完电话后 技术人员解释说 因为之前探测仪已经将探测数据发回单位 单位已经知道这里发现了黄金 刚才领导打电话过来 就是要他们把挖出的黄金上交国家 难道金龟保不住了 老马夫妇心里一阵紧张 眼看着好事就要落空 老马提出让三名勘探局的工作人员 到家里慢慢商量怎么办 在老马家技术员出了个主意 他说单位只是知道他们发现了黄金 并不知道他们挖出的是一只金龟 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 买跟金龟同等重量的黄金上交给单位 之后两个勘探员说 要买金龟那么重的黄金 大约需要13万元 而他们随身携带的银行卡里 只有5万元 让老马夫妇也给凑点钱 老马夫妇一辈子误弄 5万元钱是老两口所有的积蓄 要将存款都拿出来 两人有些舍不得 看到老马夫妇面露难色 其中一位勘探员说 如果老马肯拿出5万元 第二天他们将给老马3万元钱的利息 并且金乌龟就留在老马家 紧接着三人提出 要老马跟他们对天发誓 这事绝不能告诉外人 原因是他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传出去工作就保不住了 说好后 技术员和老马一起到了储蓄所 然而就在取钱时 老马遇见了自己在储蓄所工作的女儿 看到父亲一下子要取这么多钱 女儿起了疑心 老马夫妇对女儿谎称 取钱是要借给自己的战友买房子 并且坚持取出全部的存款 看着父亲这般坚持 女儿也就没再反对 我觉得这种制度很非常不好 反而说我自己钱 制度不能住住啊 就这样 老马瞒着自己的女儿 取出全部存款之后 交给了三个地质局的工作人员 下午回到家后 老马夫妇把金龟小心翼翼的 锁在了家里的柜子中 想到自己很快就能分到 六十多万的卖归钱 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老两口梦想着未来生活的巨变 心情稍稍平静后 老马想起地里有些活还没干完 就让老伴在家里看着金龟 自己独自去了田里 老马边干活 边回想着上午发生的一切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老马的心头 老马越想越觉得上午的事蹊跷 急忙跑回家 拨打之前三人留下的手机号码 但是手机已经关机了 钱没了 人也没了 手头就剩下这个金龟了 再瞅这金龟 越看越不像真的 老两口这才意识到 自己有可能是被骗了 五万块钱 那可是老马夫妇一辈子的积蓄 老马感觉到大事不妙 赶紧报了案 最先接到报警的是马良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 民警们来到了马文林夫妇家中 我们一进到他家里去 就大哭 给我们下跪 说骗到我了 终身的积蓄 挺难受的 挺难受的 警察初步判断 老马夫妇应该是被骗了 随后 民警来到了老马家的田地里进行勘查 在挖出金龟的土坑里 办案人员发现了两颗烟头和一个烟盒 经这个环温这个马文林 他的其中有一只 烟头是他抽的 另一只呢是和他一起的 就是来人的片田的人抽的 当时收集这个烟盒和这个烟头的时候 我们就怀疑 这个烟盒上 有可能有患者陷阱留下的指纹 和同时的烟头 可以提取出他的定位 办案人员立即把烟头送往技术鉴定中心进行检验 如果烟头上提取的DNA 可以和公安系统的DNA数据库内的数据比对上 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可以被确定 然而比对结果让人失望 这时另一组民警通过在案发地进行走访 也有了新的线索 一位村民看见了那天到老马家去的那伙人 当时就有群众给我们欢迎 他们实际上不止三个人 这四个人分别乘两辆摩托车顺着汉阳大堤来的 警察分析 这四个人应该就是当天对马文林夫妇进行诈骗的人 而他们所骑的两辆红色摩托车就是作案工具 因为马文林住的地方是很偏的 是农村的 是农村的 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城镇 这个就是作案来的话 他也有交通工具 要么是城镇来 要么就是骑摩托车 那我们就想起来 这个要调监控 接着办案人员调取了老马家沿途的监控录像 在老马去储蓄所取前的路上 民警发现了一个骑红色摩托车的人 穿白衣服的骑摩托车 这个人就是马文林 然后他来的时候是19分34秒 等他过去之后 后面马上就来了一个人 通过我们对这个视频仔细的分析和观看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第一是戴着头盔 第二是一辆红色的架子的大摩托车 从时间上看 画面中这个骑红色摩托车的人 就是当天和老马一起去取钱的技术员 结合村民提供的情况 警察初步确定了红色摩托车的型号和特点 具体特点就是红色的豪爵钻报的摩托车 就是其中一辆 就是后面有个小货箱 就红色的货箱 货箱上面板有个备用胎 还有一辆车就是那 当上的保鲜杆 它有个挡红玻璃 这是很秀的特点 画面中的车就是豪爵钻报125型号的摩托车 警察要找的车就跟这个一样 掌握了嫌疑车辆的特征 排查范围得以缩小 侦察员决定以车找人 根据之前警察走访时了解的情况 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说普通话 警察分析 这伙人很可能是外来流窜作案的 既然不是本地人 他们就需要住宿 于是警察兵分两路 一路在沙阳县寻找后有货箱的红色的豪爵钻报摩托车 另一路排查沙阳的所有旅店 但是结果让办案人员沮丧 这个侦察工作开展了三十天以后 该做的技术工作都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大家都没什么新闻点 当时我们侦察有些人也非常多次 得知侦破没有大的进展 老马夫妇也心急如焚 后悔自己轻信陌生人 几番追踪嫌疑人惊现已成 欢迎到手法一模一样 抓遍了三万七 一间小旅馆两辆摩托车 嫌疑人能否就此锁定 台运来了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好不容易锁定的嫌疑车辆没了踪影 好像骗取老马夫妇的这四个人 自从离开老马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这让案件的侦破一时没了方向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 梳理近期类似的案件 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办案人员在网上发出协查通报 5月12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9天 从湖北宜城警方传来消息 在宜城 发现了手法一模一样 抓遍了三万七 很有可能是同一活人说的 沙阳距离宜城140公里 得到消息后 民警直奔遗城 和当地警方会合案情后 办案人员分析 嫌疑人很可能尚未离开遗城 到遗城以后 我们就分析 他们既然是长途流传走案的话 还可能要住宿 要吃饭 他们可能还会有 乘坐这种交通工具 还有这两种摩托车 于是我们就在那个宾馆 于是就查到这两种摩托车 经过半天的排查 民警在一家小旅馆的院子里 发现了两辆疑似嫌疑车辆的红色摩托车 车既然停在这里 人应该就在这里住宿 随即对雨电进行了走访调查 据老板娘说 门外的两辆摩托车 是刚刚入住的四位客人的 不巧的是 这四个人刚刚出去吃饭了 办案人员判断 这四个人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接着查看了这四个人登记住宿 用的两张证件 这有没有什么证据呢 他们没有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呢 他们就是 这两个摩托车 这好吗 是 驾驶正信息显示 两名驾驶员 一个名叫陈正杰 另一个名叫陈龙尔 警察立即通过户籍网络 查询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结果显示 两人都是湖北天门人 经过老马辨认 他们就是当天冒充地质局工作人员的那两个人 掌握了嫌疑人的照片后 办案人员开始在旅馆旁边的饭店查找 很快在一家饭店里吃饭的四个人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其中一个小餐馆 里面有四个人正在举备 庆祝喝酒 我们根据我们那个是不是 一比对 他有一个人就是 特别像 当时我们就把四个人进行控制 眼前的四个男人 应该就是当天对老马夫妇进行诈骗的人 办案人员在他们结账准备离开时 实施了抓捕 随即办案人员对四个人宾馆里携带的物品进行了搜查 在宾馆里 就是我们搜查出 核是塑料 塑料脂肪的 两只金乌龟 和我们线上提取的是一样的 这我们心里就一提了 这就是参与诈骗的四个人 这是犯罪嫌疑人肖洪华 湖南新华人 这是犯罪嫌疑人陈龙尔 湖北天门人 当天就是他俩冒充国家地质局的勘探人员 两人承认 确实是他们几个骗取了老马夫妇的钱财 这是犯罪嫌疑人陈正杰 湖北天门人 是当天冒充技术源的男子 这是犯罪嫌疑人曾小红 湖南新华人 当天扮演地质局领导 与老马通过电话 在对四人进行审讯时 办案人员发现 肖洪华是一名累犯 2008年刚刚出狱 而上一次被判刑 也是因为利用假金龟诈骗 骗子被抓到了 老马夫妇的金龟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但是老马夫妇还是不愿相信这一切是假的 尤其是那个金龟 明明是自己从地里刨出来的 它怎么就会是假的呢 而且这个假金龟 它又是怎么到了自家地里的呢 老马夫妇并不清楚 事实上 他们疑惑的一切 都是骗子们事先精心策划好的 据嫌疑人陈正杰交代 他与萧洪华和曾小红是早年一起打工时认识的 2012年4月份 两人打电话给他 提出一起做生意赚点钱 听说有钱赚 陈正杰还拉上了自己的老乡陈龙尔 之后萧洪华和曾小红带着从湖南新化买的仿造金乌龟 以及藏书来到了湖北 与陈正杰陈龙尔二人会合 开始到偏远农村里寻找作案目标 农村第一年就大一点 就算老实一点 农村就搞这个事情 可能容易得逞一点 是这个事 2012年5月3日 四个人在乡下寻找目标时 看到了一对在田里干活的夫妇就想试着骗骗 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这么顺利就诈骗成功了 至于从地里挖出的假金龟 萧洪华说 那是自己和老马轮流挖地时 趁老马夫妇不注意埋进去的 萧洪华说 假金龟连同藏书一套 在他老家只卖30元钱 至于那个能发出声响的所谓高科技探测仪 不过是个改装过的门铃 然后这两个是他们诈骗用的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就是作为 偵查 就是探测金龟龟的一个遥控 那这么一个小遥控器 他们在作案的时候 他们放在自己的遗兜内 当他们将金龟龟丢到 挖的土坑里面之后 会有一个人秘密地 然后按起这个按键 就像这样 他就会发出这种 逼大逼大 这么继续的响声 就这样 骗子们用伪造的工作证 门铃改装的探测仪 假金龟藏书这些道具 加上煞有介事的表演 骗取了老马夫妇的信任和金钱 事情真相大白了 对于这次诈骗 肖洪华说 现在自己也很后悔 他之所以想到会利用金龟诈骗 也是在家乡受了影响 嫌疑人落网 到处诈骗外的惊人内情 金龟在我们那里都是很多人 这个都是不声音有点 对于不是 在我们那里不是 也就是说发火 记者奔赴新黄实地调查 今夜目睹金龟买卖内幕 财运来了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犯罪嫌疑人肖洪华交代说 在他的老家湖南新化 像这种假金龟假银元的仿冒品 都是半公开进行买卖的 有些人呢 专门利用这些仿冒品进行诈骗 这几乎成了一些人的赚钱手段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记者特意前往了湖南新化 进行调查 2013年1月27日 记者来到了湖南新化 找到了嫌疑人肖洪华所说的 当初购买金龟的农贸市场 但是转了一圈过后 没有发现卖甲金龟的地方 于是找到了一位摩迪斯基 打听情况 根据这位摩迪斯基介绍 记者又来到了距离新化县城40公里外的孟宫镇 镇上同样有很多拉伙的摩迪斯基 记者以游客的身份 随即找了一位打听卖甲金龟的地方 这位司机听到我们要买金龟便表示 当地卖这类东西的人不少 他就认识一家 不过现在已经不公开卖了 要有熟人介绍才行 在我们的要求下 这位摩迪斯基答应帮忙打个电话给自己的朋友 打电话联系过后 他带着记者来到了卖金龟的人家中 这就是卖金龟的夫妻俩 年龄大概30多岁 听说我们要买金乌龟便表示 家里只有样品 一般不放货 要到特定的库房去拿 拿之前要先讲好价钱和要买的数量 看到我们有意要买 于是丈夫去库房拿货 这时我们注意到 这对夫妇的家中 还摆放了一些银元金砖之类的仿冒品 便和妻子聊了起来 但是他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五分钟过后 丈夫拿着四只金龟回来了 卖金乌龟的老板说 他们这里仿造的金乌龟十分逼真 是用和黄金同等重量的锡柱带 外面包的是金箔纸 里面还附了一张做旧的藏书 使金乌龟看起来和古董一样 而至于用金乌龟进行诈骗的事情 大家都心知肚明 前后花了十多分钟时间 我们顺利拿到了货 看来在新化买到假金龟并不难 之后记者来到了新化县公安局 对买卖金龟的事进行了反应 新化警方表示 针对这类情况公安机关已经打击整治过 现在基本没有公开买卖的情况了 但是对于买卖假金龟的行为本身 也很难追究法律责任 至于这类买卖引发诈骗活动的问题 他们也不方便接受进一步的采访 目前老马夫妇被骗的五万元钱 已经全部追回 警方查证 萧洪华等人涉案多起 最终因萧洪华是累犯 法院从众处理 以诈骗罪判处有机徒刑六年 曾小红被判处有机徒刑四年 陈正杰和陈龙尔积极退赃赔款 被判处有机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利用假金龟进行诈骗的事 可以说诈骗的手法并不新奇 甚至有些荒唐 但是多年来 这样的事在不同的地方上演着 并且屡屡的成 除了被骗者心存贪念 警惕性不高之外 打击这类诈骗的违法活动 铲除滋生诈骗的土壤 也是当务之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金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博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